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请问您这儿 有一个叫小方的女孩吗 有 请问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相亲的 能麻烦您把她叫出来一下吗 那个 我就是小方 你好 我今天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领导也没给我批价 所以我就没去 我现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还有就是 你长得这么帅 条件这么好 我看 你还是先走吧今天 你看我来都来了 咱们可以先聊聊的吗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之前也相过几次亲 他们都没看上我 更何况你还长得这么帅 我这 我这也配不上你啊 我来都来了 咱们可以先聊聊的吗 如果聊得来啊 咱们就可以试试 如果聊不来呢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的 你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吗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呢 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一个干保洁的 工资每个月三千六左右 虽然我现在没车 没房 没存款 但我相信 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以后一切都会有的 你看 我就说你看不上我吧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 你一个女孩子 还这么拼命的工作 挺不容易的 你真的是这么觉得吗 你不介意 我当然不介意了 其实 我找女朋友的要求啊 也并不高 她不用长得很漂亮 也不用很有钱 但是 她一定要心地善良 人品好 这样啊 咱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虽然 我现在没车没房 没存款 但我跟你保证 以后 咱们俩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一定照顾好你 照顾好咱爸妈 照顾好这个家的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挺好的 不过 你确定我们要一直这么站着聊下去吗 我们公司的食堂啊 就在楼下 不过 现在正好是饭点 人有点多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你就跟我一起去 我当然不介意了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吃食堂里的饭了 走 走 张总 张总 您怎么穿成这样啊 你 你是老板啊 那 那你为什么要穿个保洁服和我相亲呢 是这样的 由于我个人身份的原因呢 很多人接近我 都是带有目的的 我呢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就想找一个真心对我的人 所以我就穿了这么一身衣服 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你不会介意吧 我当然不会介意 那我们现在去吃饭 家人们 通过这次的测试 我终于找到了真心爱我的人 同意我们在一起 愿意祝福我们的 就点个小星星支持一下吧 我爱你就像分钟 那千万里从不问归期